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香港公共圖書館 舉辦夏日圖書館節2024的網上活動 我是故事大使比卡超 在故事齊分享這個環節 我選了一本跟圖書館節主題 《萬步建築》相關的圖書 跟大家分享 就是喬相連心相接吸孩子的香港故事 由新雅編輯室編著的鄧子健繪圖 喬家兄妹 我是嘉朗 我是嘉儀 近日都很忙碌 因為他們一家即將回鄉 和爺爺慶祝生日 嘉朗和嘉儀都想送爺爺一份特別的禮物 到底送什麼才好呢 嘉朗就和妹妹說 妹妹 你有什麼好主意 嘉儀就說 讓我先想想 有一天 梁兄妹走過行人天橋的時候 忽然聽到有人低呼一聲 向迎面移來的人驚喜地說 很久沒見 真是對 嘉朗寧欺一觸 對妹妹說 橋可以連繫身處各方的人 不如畫橋來表達我們對爺爺的思念 嘉儀就說 好啊 那我們要畫什麼的橋呢 嘉朗就說 最好找一些有特別意義的橋 哪裡有特別的橋呢 嘉朗想到 在互聯網上常見的打卡熱點 位於大漁山大澳的大沖橋 嘉儀就對哥哥說 哥哥 我們來到大沖橋了 這裡到處都是船 和香港市區很不同的 嘉朗就說 香港從前是小漁村 現在已經變成了國際都市 不過大澳還保留著漁村的風貌 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在1960年至1970年代 隨著工商業興起 香港漁業逐漸逝美 經濟開始轉型 現在的大澳不再是以捕魚為主 而是成為度假勝地 發展旅遊業 還可以讓人認識香港的生態和傳統文化 天壇大佛、機場、主題樂園等的大型建築 在過去數十年間相繼在大嶼山落成 還有 未來的大型項目 到底大澳將會有怎樣的轉變呢 大澳早期的渡河方法 大澳是由一個小島和大嶼山部分的陸地組成的 從前居民要到對岸多數是搭船 或者潮退的時候 踩泥鄰而過 非常之不方便 在1976年 新基大橋啟用 連繫兩岸 但不少人仍是以環水道渡河的 直到1996年 大沖橋建成環水道才攻城新腿 水鄉裡的特色事物棚屋 一種水上的建築 用木柱、竹竿或石柱支撐 棚屋之間僅靠一齊 可見倫理關係親密 每戶棚屋都有梯子新進水裡 方便居民乘漁船出入 大澳居民海鮮加工手藝相當出色 用鹹香的海鮮、乾貨和醬料拌飯 滋味無窮 是遊客的必賣手信 沿著大澳海濱長狼狗 就可以見到大片的紅樹林 彈桃魚、焦潮蟹和水鳥 都是這裡的常客 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 大澳居民會撐龍船 船後撐著放有神像的神艇 在大澳水道巡遊 祈求驅病、燒災 這個項目在2011年 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後 引起社會注意 吸引很多遊客來觀賞 遊覽完大澳之後 嘉兒在銅鑼灣 發現一條特別的橋 那條是奧運橋 梯級是五顏六色的 原來是用了奧運五環的顏色 每一級 還寫著曾經主辦過奧運會的地方 和年份 嘉兒就跟哥哥說 哥哥 香港主辦過奧運會嗎 嘉朗就說沒有 不過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之中 香港有幸協辦過馬術比賽 奧運橋所在的銅鑼灣區 是香港的核心商業區之一 高樓臨立 居水馬龍 全是社會各界多年來積極創新 才有這一片朝氣蓬勃的景象 年輕人在成長的路上 會遇到更多的挑戰 只要憑著堅毅的意志 以正能量勇往直前 就可以像奧運參賽運動員一樣 愈強愈強勇敢跨越難關 奧運橋是一條頗有歷史的行人天橋 它是1963年建成的 是香港第一條跨越行車道的行人天橋 2002年它換上奧運新初 設計概念由它旁邊的聖保禄學校的私生提供 以奧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 來鼓勵人們追求突破 2021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在這一句格言加入了更團結 表示全球需要更緊密合作 以更好地應對後疫情時代 奧運橋有五條樓梯 分別由上紅、藍、黃、綠、黑奧運環的顏色 奧運五環的顏色是象徵著五大洲團結一致 所有運動員以公正、坦誠和友好的精神 在奧運場上相見 現在介紹一下力真上游的香港精神 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 李麗珊贏得香港史上第一面奧運獎牌 女子滑浪風帆的金牌 她被稱為風之後 2000年適離奧運會 香港第一次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賽 2004年雅田奧運會 李靖和高麗澤贏得香港回歸祖國 第一面奧運獎牌 男子乒乓球雙打的銀牌 她們被稱為乒乓媽寶 2008年北京奧運會 香港歷史性協辦奧運馬術比賽項目 2012年倫敦奧運會 李慧斯贏得女子場地單車海林賽銅牌 她被稱為牛霞女車神 2020年東京奧運會 何思培贏得女子200米和100米自由泳的銀牌 是香港第一位在同一屆奧運會 獲得兩面獎牌的運動員 而且在兩項賽事的個人成績 軍刷新亞洲紀錄 何思培被稱為香港的女飛魚 同年東京奧運會 張家朗贏得男子個人花劍的金牌 被稱為劍神 此外 港隊在東京奧運會中的 乒乓球、空手道、場地單車等項目 亦都獲得獎牌收獲岑峰 奧運會過後不久 國家奧運金牌選手都會訪港 與港隊切磋 和進行運動項目示範 每次都吸引很多香港市民 一倒他們的風采 港島區還有全球之序的 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 及行人天橋 當家儀自中環皇后大道中 踏上延綿不斷的天橋的時候 不禁十分驚訝 家儀就說 哥哥 這條橋到底有多長呢 家朗就說 橋上有全球最長的 戶外有蓋扶手電梯系統 大概二十分鐘 我們就走完全程 中途還可以體驗不同的文化 香港是個多元文化的城市 我們會在街上 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在大街小巷 吃到各地美食 會慶祝中西方的節日 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 和行人天橋 逃經的地方 就像香港的縮影 除了滿載 昔日 和現今香港的特色 亦展現了 對不同文化的尊重和包容 怎樣能夠快捷 又輕鬆地從山下的中環王后大道中 步行到半山干得道呢 可以用中環至半山自動扶手電梯 和行人天橋 簡稱是半山電梯 它全長超過800米 由行人天橋和有蓋行人道組成 中途還要走過斑馬線 而且它設有扶手電梯 由門上山、下山都非常節省力 如同它在1993年啟用以來 不但成為連接該區居民上山 和下山的方便橋樑 還因為它有多個出口 通往不同的景點 而成為旅遊的熱點 中環街市 第四代的中環街市 在1939年建成 大廈外牆的圓角設計 一排的窗牆 還有大樓裏面的設有垃圾槽 和最新型的電梯 使它成為香港當時最先進的街市 石板街的正式名字 是叫佛丁炸街 由石板鋪成的街道 和綠色鐵皮的小屋 讓人彷彿回到昔日的香港 回教清真禮拜總堂 它是全港最古老的清真寺 已經超過100年的歷史了 蘇豪區 它的正式名字是河南美食區 這個充滿異國風情的地方 混雜了世界各地的美食 文武廟 這座八年的廟宇 不但供奉神明 更曾經是華人宣誓和仲裁的地方 大館由前中區警署 中央裁判司署 域多利監獄等建築組成 活化之後成為參觀歷史和藝術的好去處 世界各地的人 都可以在香港發揮所長 尋找發展機遇 成就了香港 國際都會這個的美味 閱讀 參加交流活動 善用互聯網學習 都是充實自己的好方法 香港近年積極推動文化藝術發展 本地游覽也能夠輕鬆增長知識 例如維多利亞港伴旁邊有不少文化表演場地 博物館群和古跡群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展示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館的文物 M加 展示世界當代試過藝術的博物館 戲曲中心 戲曲表演場地 推廣戲曲藝術 香港藝術館 展覽古今中外的藝術品 PMQ 原創方 香港三級歷史建築 從前是已婚警察宿舍 活化之後成為本地文創集中地 大館 包括前中區警署 中央裁判司署 維多利監獄等 香港法定固跡 活化之後與兩棟新建築 組成古跡和展示藝術的交會地 中環街市 香港三級歷史建築 活化之後有多間食市 本地品牌和文青小店 半山電梯的文化之旅 讓家朗和嘉儀大開眼界 覺得用天橋逛社區真是方便 全灣是香港有名的天橋之城 行人天橋數量之多 幾乎將整個社區連接起來 家朗和嘉儀決定去逛一圈 天橋點對點的切割 讓大家快速前往目的地 更將人車分流 減少路面擠塞 真是不錯 如果行人天橋有更多有趣的東西看 會更好 你知道嗎 全灣曾經是香港的工業重鎮 比美英國工業城市曼徹斯特 因而有小曼徹斯特之稱 1970年代 因香港市區居住人口太多 政府就將全灣發展為香港第一代的新市鎮 隨著住宅和商場陸續的建成 吸引了越來越多人遷入 自從地鐵全灣線通車之後 來往各區的人流亦都跟著增加 近年全灣興建了不少行人天橋 方便人們前往區內各處 緊密聯繫整個社區 香港其實早在1970年代 已經出現了龐大的行人天橋網絡 的初型就是中區行人天橋網絡 中環一帶開始 陸續連接智地廣場 半山區、港澳碼頭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等地方 金鐘一帶覆蓋了中信大廈、香港公園、 遮打花園、政府總部等 自從1980年代起 全灣也加入了發展行人天橋網絡的行列 因而有天橋之城的稱號 隨後的新市鎮、將軍澳 同樣也可以藉著天橋 前往區內多過的地方 天橋網絡可以減少交通意外 行人天橋 被行人安全地橫過馬路 行動不便的人 例如長者 可以安心放慢腳步慢慢走 亦都可以舒緩交通擠塞 有了行人天橋 就可以減少設置行人過路交通燈 設省停車等候轉燈的時間 路面交通更加詳純 天橋還可以替人遮風擋雨 無論晴天、雨天、有個行人天橋 都能夠被行人避免日曬雨淋 不過 亦都有人認為行人天橋 點對點的特性 很容易被人只是向著目的地前行 忽略了身邊的人和事 而且在天橋上沒有店舖 減少了人溝通接觸的機會 亦都影響了地面店舖的生意 有些行人天橋由發展商興建 將出入口都設在商場 而帶入人流 與此同時 街上的行人相對減少了 地面店舖生意就會受到影響 而中環交錯的行人天橋 可能影響通風和阻擋景觀 礦源泉灣 嘉朗和嘉儀又怎能夠錯過鄰近的一條著名大橋呢 就是連接青衣和馬灣的青馬大橋 它是全球跨道最長的行車和鐵路懸索的吊橋 橋上只有車輛行駛 那鐵路在哪裏呢 嘉朗說秘密就是橋的下層 那裏是有概通道 外面是看不到的 對外交通便利 有助香港面向國際 和世界同步 講到這一方面 就不得不提青馬大橋 青馬大橋 除了有超長的跨道之外 亦都曾經是每一位到港人士 和大嶼山赤立國 香港國際機場 撤往市區的必經之路 現在就多了屯門赤立國隧道公路的選擇 1997年通車的青馬大橋 是因應新機場選址 在赤立國而興建的 新機場比昔日的啟德機場大 河宮巷展的空間亦多 足以應付和外地日益頻繁的商旅觀光往來 以及不斷提升的貨運需要 從外觀來看 青馬大橋只有一層露天的快速公路 那它的第二層在哪裏呢 原來下層是在橋新裏面的 那裏是一條有鈣的通道 鋪有港鐵的路軌和行車的通道 港鐵東沖線和機場快線都會洗經青馬大橋 而當遇上狂風暴雨的時候 或者上層發生嚴重交通意外的時候 下層就會開放給汽車行駛 香港國際機場向來都很有名的 無論是昔日的九龍城的啟德機場 還是現在的赤立國機場 他們的正式名稱都是香港國際機場 前者入選了世界十大危險的機場 因為機場位於鬧市裏面 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樓房 機師升降飛機都要非常小心 不過它曾經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 客運量是全球第三 貨運量全球第一 後者佔地面積大 可以承載客運量和貨運量更加多 而且旅獲殊榮 有超過80個全球最佳機場的獎項 東涌早期沒有大規模發展 當確定赤立國建新機場之後 東涌亦規劃為新市鎮 除了有社區設施 滿足居民日常所需之外 亦有旅遊配套 例如廣平藍車 國際品牌的特賣場 方便觀光旅客購物 連來新的機遇 時間匆匆過去 嘉朗和嘉儀來到最後 亦是最重要的一站 就是港珠澳大橋 那是連接香港和內地的橋樑 嘉朗和嘉儀將會和爸爸媽媽 坐車經過去回家鄉 探望爺爺和媽媽 嘉儀就說 為何橋的中間不見了 我們中途是否要坐船 嘉朗就說 不是 港珠澳大橋是世界最長的 橋隧組合跨海通道 中間不見了的部分 是海底行車隧道 港珠澳大橋是連接香港、澳門 和珠海的大型跨海通道 全長55公里 自從在2018年啟用之後 只需一個小時 就可以由香港 前往珠海和澳門 除了更方便我們探望親友和旅遊之外 香港也能夠和鄰近的城市 包括澳門特別行政區 以及深圳、珠海、中山等 九個廣東省的城市 緊密聯繫 形成粵港澳大灣區 簡稱大灣區 促進經濟發展 讓我和大家介紹一下大灣區城市的特色 邵慶是中國名宴、端義的產地 有七星鴨、鼎湖山、盆龍俠等名勝 肖慶大力發展生能原汽車 先進裝備製造 節能環保等等 佛山有武術之鄉的稱號 黃飛鴻的詩藝武術館 也在佛山 石灣陶池也很有名 佛山自力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 並加速發展現代農業 江門是中國著名的橋鄉 有世界文化遺產、開屏、雕流和村落 江門積極發展生能源、生材料等等 珠海是有名的餘居城市 景點有珠海、餘旅和情人路 珠海重點發展休閒旅遊、商務、金融服務等範疇 廣州是廣東省省匯 歷史悠久的對外通商口岸 著名景點有廣州塔 廣州著力建設為國際大城市 維州有國家級的自然保護區 和國家森林公園 著名景點有維州西湖 維州是發展石化能源新材料 和電子資訊的重鎮 中山是偉人孫中山的故鄉 景點有幻財摩天輪 中山銳意打造為適宜居住、就業、旅遊的精品城市 東莞核下虎門鎮 因為林則隨在虎門燒煙而聞名 景點有環球經貿中心 東莞是國際著名製造業重鎮 全球的電腦產品、智能、手機 都有不少產自東莞 澳門特別行政區 陳受葡萄牙管治 在1999年回歸祖國 景點有大三巴牌坊 澳門以博彩業為主 並潮著成為世界悠閒旅遊、悠閒中心 和多元文化的交流合作基地發展 深圳有多個邊境口岸連接香港 包括羅湖、深圳灣、黃光等 景點有中國華潤大廈 深圳是重要的高薪科技、金融、物流、文化創意基地 著力打造為創新、創意之道 香港特別行政區 陳受英國管治 在1997年回歸祖國 景點有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香港將鞏固和提升金融、商貿、航空等地位 發展創新科技等 成為根據競爭力的國際都會 回鄉的日子到了 家朗和家儀終於見到爺爺和媽媽 兩兄妹盯著一本畫策送給爺爺 齊聲說 爺爺,生日快樂 爺爺笑得眼睛都蒙起來 急不及待,翻開一本畫策 媽媽便問 你們是因為聲師是喬治 用鞋音,所以說喬是嗎 家朗說不止這樣 雖然我們不是住在一起 但是是爸爸媽媽說過的 一條模型的橋 將我們緊緊相連 無論身在何地 我們都會想起對方 果然 畫策上的每條橋 都有他們的全家福 爺爺就說了 對呀,因為我們是血脈相連的家人 假期結束了 家朗和家儀跟著爸爸媽媽回到香港 沒多久 他們收到爺爺發來的一封電郵 家朗看到電郵的主子寫著 杭州西湖全家福 他就說 我們明明沒有去過杭州 這張照片是怎樣來的呢 爸爸就說 當然啦 爺爺他學習用電腦 和修改照片的技術 讓我們來傳遞心意 看著這張全家福 大家心裏都暖暖的 笑得很開心 今天跟大家分享完 和建築相關的故事 如果大家還想了解多些 夏日圖書館節 2024 有什麼其他精彩的活動 快點掃這個QR Code 拜拜